14番 Natalie Peshara Fabian Brzevni 克蘭斯 目前在13名 代表Franc Natalie Peshara 和Fabian Brzevni 下面出场的是法国选手Peshara 博尔扎特 接两支舞蹈之后总分排名第13 这是他们第四次参加世界锦标赛 去年的成绩是排在第15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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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参加欧锦赛 这是他们第四次参加世界锦标赛 去年是排在第15位 今年这个名次肯定要比去年提前 我们看他最后结束前的这个转身托举 男选手并不是完全的在保持一个水平的旋转 他而是在直立旋转之后 蹲距旋转再站起来再直立旋转 这一系列当中他不停地保持着转动 这是很难的 而且当时呢他是托举的女选手 反国选手每次在比赛当中参加冰舞比赛 我们都看到他们的服装和扮相堪称是一绝 这团自由舞的音乐是来自于四季 那么男孩的身上的颜色和造型呢 是代表春夏 女孩是秋冬 这个女孩我们看她这个雪花不但在刘海上 而且她的那个靴子冰靴前面还有一些雪花的造型 男孩身上的是 我们来看 代表春天的桃花 女孩的裙装颜色象征着秋天的枫叶 我们现在画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靴子上的雪花 她们的服装特别的精美 两个运动员在成套动作的衔接上 也是完成得相当的好 她们没有在完成一些滑行步伐的时候 忽略上身的姿态变化 很年轻 女孩只有19岁 男孩是23岁 好 来看一下她们的技术分 技术分 她们的小分不会低 技术分 48.69 我们看到的小分 五个小分当中有两个上了六分 最高的是音乐配合6.14 然后是滑行技术6.04 她的衔接分5.75 基本上和她的表演分持平 84.36的飞舞场景 她的八个技术动作 除了她的原型步是三级之外 全部是四级 而且她即使是那套原型步三级 可是她的执行分加了一分 现在总分 162.05排在了第二位 她现在在四级之外 就是三级之外 对 我们的地理术 我们的地理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